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童本来还在厨房找寻东西 没想到下一秒 他立刻往门外冲刺 妈妈听到声响也马上出现抱住孩子 没过多久又有一位男童也跟着跑了出来 紧紧抱住自己的母亲 为在花莲吉安乡吉祥六街的移动民宅 在强政当下一位母亲展现强大母爱 抱着五岁及六岁的孩子靠着墙边躲避 这令人感动的画面也全被监视器记录下来 可以看到现场剧烈晃动 柜子上的物品也不停地掉落 就连微波炉的门也被晃到弹开 大门随着地震幅度不停开 和差点打到男童 而这位母亲则是一手抱着两个孩子 另一手扶着门框保持平衡 一直到地震慢慢趋缓下来都没有放手 画面一曝光也让人非常感动